现在一个时代我们来看一台纯油的车型 而它曾经在中国市场是一台 非常经典 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车 全新一代的图观L Pro 我相信图观L Pro 大家已经看的非常多了 这是一台RLAN版本 从设计角度来讲的话 虽然它采用大众家族最新那种家族的语言设计 那么包括说Ecuolite 以及贯穿式的前时间行车灯 但是你从整体风格上可以看到 大嘴的设计 包括压扁车灯 是RLAN在过去大众家族所有车型里边 惯用的这种新年设计 我们这次这台车颜色 也是首次推出的光爆蓝 黑式的后视镜 以及全新黑的门框 以及行李架都是RLAN过去 一直在标称自己运动的一个标榜 但是在油车上面 我们看到一个全封闭式的轮毂 这也是为空气动力鞋 做出一点点的功效 整车的造型 说实话 作为一个走量的产品 它不可能在设计上面 做那种这马行空的设计 贯穿式尾灯 我就没什么可说了 现在大家看到一个这样的贯穿式尾灯 基本上都是大种家族产品 在车尾部的下方 没有将排气管直着向外伸出 而是一个做一个下探 但是也是跟车头一样 呼应的做了这种RLAN的设计 这是我觉得作为一台走量车型 在外形上边 有所改变就好 千万不要有所突破 来我们看看内饰有什么样的变化 作为一台RLAN的版本 那么新车上面依然传承的大众过去 对于RLAN的内饰的所有的这种设计元素 我们来看很多细节 比如说翻毛皮的内饰座椅 包括以蓝线勾勒的内饰的元素 这些都是过去大众在RLAN车型里边 几代车型传承下来的这种内饰风格 另外包括在座椅上的R的logo 以及扶手箱 包括充电板 都是包裹这种翻毛皮的材质 另外在内饰的设计上面 也是跟现在大众其他的设计 完全统一的超大的中控屏 包括副驾驶屏幕 以及方向盘后面的数字仪表 这个数字仪表 有尺寸和方向盘上半部分的露出 完全一致 这样的话可以很清晰的 读取到屏幕上所有信息 包括还给我们提供了 三种不同的显示方式 另外在中台上面 跟其他设计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就是这个旋钮 这个旋钮在我们日常看来 就是一个音量的调整旋钮 但是你会发现 上面这块屏幕是可以手动操纵的 亲自按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当前的驾驶模式了 再按一下 又回到了音量键的控制 也是将现在数字化 和我们过去以往这种驾驶的习惯 相整合 那么这台车的乘坐空间 我觉得也不需要过多的去介绍 后排座椅同样采用了翻毛皮的座椅 同时角度可以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 成就角度 同时还保留了一个非常畅快的后备箱空间 这一点对于一台图观L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台走量产品 那么在动力总成的层面上一定使用的是这个旗团 最稳定的动力系统 那么它搭载的是A888的DTG版本的220体涡轮增压发动机 那么作为一个RLAN的版本 它提供了220码力的动力输出 同时7速的10式双离合动箱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其实这台车在驾驶过程中 跟我最近试驾过其他的大众的新车 有着非常一致的调校 就是它没有过去我们意见当中大众那种厚重的感觉 反而会觉得非常的轻盈 这种轻盈给你的感受 你要重新认识一下大众品牌旗下的车型了 那么这台上线大众的图观L Pro 在起步的那一个瞬间会有非常强的动力输出 但是这个动力输出需要你很好的去适应它 才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加速过程 否则会有弹的那一下状态 这个跟过去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温文尔雅的 稳重的大众是不一样的 当然轻盈归轻盈 底盘的整合性 韧性 悬架的支撑的能力 还是非常这种得势的调校 那么再加上它是一个长周续的车型 其实形成起来的稳定性还是非常的可靠的 那整体售价18.68万元到26.68万元 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配置可以让大家选择 当然了这个价格听上去似乎有些跟现在市场节奏不太一样 但是你当看到产品之后 你觉得这台定价多多少少还是符合这台车 整体给大家提供的驾乘感受的 已经找到了 除了